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一个小女孩从小被训练成特工间谍 表面上是一个学生,其实是一个特工杀手的故事 在美国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基地里 神盾局长福瑞开启了一个新的特工计划 在这里设有了一批流量的小女孩 不出意外,她们将成为美国的秘密特工 她们从小便要接受杀手的特殊训练 每一个小孩都被当成成年人对待 刚学会走路,就要背着枪跑 5岁要学会用火枪攻击对手 7岁就要学会飙车,而且还是豪车 8岁还学会用一支笔制服歹徒 她们又不娃娃,训练攻击人的要害 拿着针头,一针见血,绝不仁慈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女孩,把娃娃当成自己的宝宝 她这是我们的女主梅根 这种仁慈让福瑞局长也是很恼火 杀手就应该无情,冷酷,一定不能有感情 梅根从小对于枪支借着极高的天赋 比任何一个女孩都要迅速 对于她最困难的还是近身搏斗 这种训练就要从娃娃抓起 和梅根一起对练的,就是我们的三傻 永远还是那对嫉妒野 她总看不惯梅根,各方面都比她优秀 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中 梅根看到童年人都在上学 看着浪漫的烟花,她很是羡慕 竟然忘记了任务,从此梅根变了 她向往着外面的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她都会偷偷在网上找校园生活的视频 没多久,福瑞要去抓美女毒枭 黄毛姐,三傻非常想在组织中立功 但是这个美拆却被梅根抢走了 这样三傻很是气愤 为了活捉美女毒枭 梅根扮成俘虏潜入内部 凭借着敏捷的格斗术,放出求救锁链 在天上飞机的志愿之下 梅根成功带走了美女毒枭 而且不留任何痕迹 本因为任务就这么结束了 可她没想到,毒枭女破釜沉舟 把锁链割断,梅根也就这么掉了下去 女毒枭被抓之后 福瑞发现梅根已经失踪 于是告诉三傻,梅根已经阵亡 这可让三傻乐坏了 而这边梅根大浪不死掉在了河水里 梅根扔掉追踪器 不再做冷酷的杀手 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领养家庭 然后用准备好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 调皮的弟弟,叛逆的妹妹 还有耐心的老妈 第一天上学,梅根是满心期待 在第一天便认识的小帅帅 但是同学们并不欢迎这个转来的妹子 而且其他女同学也处处排挤她 梅根不知道怎么处理同学关系 她唯一擅长的就是武术 于是在体育老师那里 正是一个拉拉队的职位 本来以为可以展示下自己 没想到就是搬一个宠物娃娃 睡了半天,人家都不知道她是谁 还被同学们恶作剧 从小就格斗训练的梅根 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恶作剧 把几个男同学揍得别铁多惨 这下好了 所有同学都知道她是女霸王 所以不敢靠近她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梅根突然想想 当杀手可比当学生简单多了 不要处理感情问题 这边三傻为了立功 要且将女独孝放出基地 调出幕后的交易者 三傻为了陷害梅根 也搬成学生 拿到了学校 这货明显比梅根要厉害 把学校的女生训得服服体体 而福瑞也搬成校车司机 时时刻刻监视着梅根 三傻在学校处处和梅根作对 这样梅根是忍无可忍呀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从这里看来 三傻貌似比二压都能打 这边独孝的下线 也在学校附近活动 他们抓走了梅根的养母 这独孝女也是第一批特工 当年派她去卧底 直接成了独孝老大 正在僵持之下 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 偷了梅根一颗闪光弹 让独孝女瞬间一脸蒙圈 福瑞也在关键时刻 带着手下出现 救下了梅根 梅根这才知道 最爱她的 还是平时一脸严肃的福瑞 故事最后呀 福瑞答应 让梅根继续做普通学生 在学校当卧底 将她派去的新的学校 重新开始生活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关注 西瓜看定本日读病来源 动作定 刺客学妹